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王子文 王硕1987年和沈旭佳结婚的时候 没有想到日后会和沈旭佳离婚 也没有想到自己捧红了名为徐静雷和名叫王子文的两个女人 并且这两个女人都没有嫁给她 她落了一个孤独终老的结局 王硕遇到王子文之前过得很落寞 为了徐静雷,她和沈旭佳离了婚 她还将徐静雷推荐给自己的好友赵宝刚 赵宝刚让徐静雷成了电视剧《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的女一号 徐静雷演了几部电影后 做演员已经无法满足她的胃口 她想做导演 于是王硕又为了徐静雷忙前忙后 徐静雷要自拍、自导、自演电影《我和爸爸》 王硕就为她拉来了叶大英作主演 还找来江文、张媛免费客串 在《我和爸爸》上尝到甜头的徐静雷干劲十足 她又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这部电影王硕没太参与 这一不管事故就发生了 徐静雷和这部电影的男主角黄绝阴细生情 擦出了爱的火花 王硕也只能暗地里一声叹息 在王硕叹息的时候 徐静雷却春风得意 她一边被爱情温暖着 一边收获了荣誉 她凭借《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获得第52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05年6月 美国时代周刊评价她为 中国电影界有革命性的代表人物 对于此时的王硕而言 徐静雷已经不是她当初刚认识时的青涩大学生 而已经成为了一只翅膀很硬的老鹰 好在王硕气度也大 2006年 徐静雷要拍电影《梦想照进现实》 王硕成了这部电影的编剧 这一年除了写剧本 王硕也就在家写写小说 他不爱参加活动 也不爱接受媒体采访 只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会为了一个19岁的女孩 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 这一年 王硕的王姓邻居在家搞一个聚会 他邀请他参加 反正王硕也没啥事 去邻居家也就是几步路的事情 在邻居家 王硕遇到了连18线演员都还不是的王子文 王子文见到大名鼎鼎的王硕 自然是激动万分 不过 王硕的书他是一本都没看过 经过这次相识 他才买了王硕的书看 看完之后 他感叹 写得真好 在聚会的过程中 王硕发现王子文状态不是很好 一打听 姑娘遇到事了 原来王子文14岁的时候离开家乡 跑到北京闯荡影视界 那时 对影视界不甚了解的他 稀里糊涂的就和中国国际电影总公司 签订了长达15年的经济合约 一开始 王子文还挺高兴 但时间一长 王子文就觉得情况不对 中国国际电影总公司 在影视界并没有多少资源 签了公司 王子文最初只能在央视的节目 《幸运52》里做展示模特 后来 好不容易张艺谋和周星驰都看上了他 邀请他出演电影 可是 他的经济合约在中国国际电影总公司 中国国际电影总公司不放人 王子文只能遗憾错过 面对失去的机会 王子文重新思考了自己的人生 他发现 他再不离开中国国际电影总公司 他的演员梦就要被毁调 于是 他向公司提出解约 公司怎会轻易放他走 直接对他说 要是解约了 以后就别想在北京混 而且还要赔偿40万元 并且20年内 不能再在影视业工作 对于恐吓和严苛的解约要求 王子文被吓到了 他知道自己拿不出40万 更舍不得不演戏 他很苦恼 正好王硕问起来了 他就大到心中的苦水 王硕一听 觉得这不是欺负人吗 怎么可以这样欺负一个小姑娘 于是 他决定来一场英雄救美 担任王子文的代理人 帮他打官司 王硕说到做到 王子文也是受宠若惊 2006年12月26日 王硕就出现在了 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 他要为王子文讨回公道 为了王子文 低调多年的王硕 主动接受媒体采访 电视 杂志 报纸 他一个也没落下 在接受采访时 他怒斥中国国际电影总公司 经济部负责人 武丹丹是黑社会 竟玩控制人这一套 虽然嘴上说得很 但官司王硕还是输了 不过王硕输得很开心 因为他成功帮助王子文 解除了和中国国际电影总公司的 经济合约 赔偿费用 从40万降到了10万 20年不允许进入影视业的 负数条款也被废除 判决的第二天 将10万元亲自送到了武丹丹的手上 还送给了他 他的书 看上去很美 和电视剧 和青春有关的日子的蝶片 王硕成功实现了英雄救美 可是他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 外界纷纷猜测 一个知名大作家 为何要帮助一位 比自己小29岁不知名的小演员 难道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面对外界的各种猜测 王硕说他是行侠仗义 他说 这个社会上一定还要有公道和正义感 他还说 王子文的父亲王行客 是他朋友乔雨宁的朋友 王子文也是他邻居的朋友 而他邻居也姓王 他说他这么做 也是为老王家的人出口气 对于王硕成功帮助自己解除经济合约 王子文非常感激 而王硕也没有忘记 继续对王子文嘘寒问暖 对于王硕的关心 王子文很享受 这与他的原生家庭有关 他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 他跟着母亲生活 在成长的道路上 父爱严重缺失 而王硕恰恰让他有了父爱的感觉 他还给自己的一位姓赖的朋友打电话 他对赖先生说 他将王硕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王硕在王子文身上实现了父亲的角色 可他在自己的女儿跟前 却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当初他为了徐静蕾和沈旭佳离婚 女儿王咪跟着沈旭佳远走美国 有一次他和女儿王咪联系 王咪对他说 做你的女儿真倒霉 听到女儿的这句话 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王硕 心都碎了 他很伤心 不能为女儿王咪的成长保驾护航的王硕 被像女儿一样的王子文保驾护航 酷他周全 王硕将王子文推荐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赵宝刚 就像当年向赵宝刚推荐徐静蕾一样 王子文和赵宝刚的经纪公司新宝元签约 紧接着王硕又介绍了他当年的小弟 如今已经成为名声显赫的大导演的冯小刚 给王子文认识 通过与赵宝刚冯小刚的合作 王子文接连出演了《家的恩慈芳》 《男人帮》 《1942》 《唐山大地震》等影视剧 王子文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但离真正的大红还有一段距离 在这个过程中 王子文和王硕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009年8月 王子文被媒体拍到坐在王硕车的副驾驶座上 深夜跟着王硕去了王硕的住处 这一年10月又被拍到王硕在家给他做饭 两人第二天早上还一起外出 于是众人纷纷猜测王子文和王硕在谈恋爱 但是两人任大众讨论的热火朝天 他们就是不回应 反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王子文说他喜欢的男人类型是有文化 有幽默感也很重要 人要有善良的一面 也要有阴暗的一面 年龄不重要 而且他还对媒体说 假如有一天我红了 不想别人说我是跟谁混出来的 他坦言 王硕是我的精神枕头 还说他带给我的东西是其他男人不能取代的 有些男人给我的东西可能是王硕并不能给我的 但很多别的男人给不了我的东西 王硕却能给我 不过有些故事总是要结束 2010年 王子文和贾乃亮合作电视剧生死桥 两人阴系生情 王子文成了贾乃亮现实中的女朋友 也是在这一年 王硕的旧爱徐敬蕾和黄力行合作 嘟啦啦声之际 又成了黄力行的女朋友 不得不说 2010年对王硕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年份 虽然王子文 徐敬蕾都离他而去 但两人在外面都是夸他 说他人好 全部说他坏话 徐敬蕾看他没钱 还给他买了一栋别墅 至于王子文在2017年被爆出有一个儿子 而这与他关系不大 因为他们已经分开很长时间 人生匆匆而过 现在的王硕62岁 回首过往 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和沈徐佳离婚 没能陪伴女儿王咪成长 他曾找过沈徐佳复合 沈徐佳拒绝了 至于徐敬蕾 现在名利双收 还和黄力行恩爱着 王子文则在2016年凭借 在欢乐送中的曲萧萧一绝大火 现在他演着戏 陪着生父为迷的孩子 而江湖中始终流传着他和王硕的传说